各位師父, 我來介紹 這位是葉文師父 各位師父好 坐下再說 坐 讓我來介紹 他們各位都是唐人街的師父 出禮佛, 劉師父 櫻酒, 陳師父 百號派, 韓師父 七星螳螂, 趙師父 盈爾門, 蔣師父 法掛掌, 雷師父 譚家腿, 譚師父 我不用介紹了, 這麼熟悉 大家都是我朋友 最後一位是中華總會會長 太極拳, 曼師父 請 曼會長 這次真是非常多得過你 葉師父 別著急謝我 久仰大名 既然來了 正好 我有一件事想讓葉師父幫幫忙 甚麼事呢 我們就今生的唐人街 向來有一個規矩 就是所有的武館 不教洋人武術 你的徒弟李小龍 不僅教洋人 而且還出了一本書 上面用英文解釋著中華武術 既然葉師父已經到, 先幫我們解決好這個問題吧 他一個人 能代表整個中華武術嗎 你徒弟 你徒弟 態度太囂張了 還說 要出席兇手道大會 就是擺明跟我們作對 擺明就是跟我們作對 就是 這本書我看過 這本書我看過 寫得不錯 其實教洋人有甚麼問題呢 葉師父 阿 有沒有聽過東郭先生的故事啊 一頭狼 遭到獵人的圍捕 陸遇東郭先生 結果被東郭先生給救了 放在自己的布袋裏面 獵人走了之後 這頭狼出來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東郭先生給吃了 冲上 只会忘恩负义 你们广东有一句话 是怎么说的来着 说完美 烦门呆 可以再莫给我们饮中了吗 叶师傅 身在他乡为一刻 你不在这儿生活 你不懂 这样 把这杯茶喝了 咱们就是自己人 信 我帮你信 你不在这儿靠净了吗 你说是什么 都很难 不然 还可以 必须 和你 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标心立意 巧立大名 看来是有歧途必有歧师啊 代表中华武术 你们两个有这个本事吗 快点 爆了 玛丽 算了 打扰了 不好意思 各位, 不好意思 麥師傅, 不好意思